大家好,我是GameplayHK 我相信各位網友看完上場都大化人心 一向是阿布朗羅的姿勢,進入城的套館 上集搞定了黑人真兩者弟 現在就緊張了,要對著女將軍 第14話前篇,復壽火焰與我心燃燒 我們獲得到一個一等分章 沒辦法,主角光環第一個性就是 失落雷雅,又可以換件漂亮的衣服 加上新招式,痛楚共享 等等,在兩彎內代替指定我方成員承受傷害50% 幹嘛做到坦的角色 不知道實際用途大不大,升級 升階級,又可以加多一個TP 蒼藍結晶體也可以幫主角加上武器等級 當然要加強攻擊力 二皇子 也都將我的武器階級升到3了 進去決一死戰 進去決一死戰 以女將軍的性格,即使被包圍,沒有緩軍 她也應該不會投降 馬克斯威爾 已經生了 她的船也被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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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女將軍的性格,即使被包圍 沒有緩軍,她也應該不會投降 她的船也被破壞 她的船也被破壞 所以,原來是武器 她現在沒有被破壞 對,她是武器 在這一個炎的船上 你不要打开 那你打开 等下 阿布朗良将军 是王国的敌人 我认为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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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拥有方便 不 那时候 我说的言语 我们见到大王只是被他亲手杀死的 我がエスフロストだ それを悪と呼ばずに何という ではコソコソと忍び込んで不意打ちにするのが正義だと 今は言わん 勝たなければ正義を語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知ったからな 良い悟りだ フォーディリアを退下 勝ち方が白とコーデリア様を手に入れ 正義を掲げる それでいいだろう もとよりそのつもりだ 自從上一個守城戦那麼難打 今次再次面對女将軍埃腐羅拉 今次一開場集中在一個位置 樓下有軌跡 敵人は2個軌跡を振る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走到噴水池 しかし水池很有用 我有另一個策略 看一看敵人はどう走 開場 開場 曾經在此打過一場 再一次成為戦場 セレノは勝負の時だ 全身全霊を賭けて挑むぞ 承知しています アブローラが最大の衝撃となるでしょう ああ 奴は死の仇でもある 必ず打ち 俺たちの正義を証明する 行くぞ エースフロストを駆逐せよ 飛速魚鷹 勝利のために 打落敵者 飛速快點 旅長軍落下水? 旅長軍落下水? 我們不走全步都 除了休矮達,他要過來用黑暗箭 Cumso 不要哭,不要緊 等他們一群人衝到水池,就是他們升天之日 玩這些策略遊戲,有時不動也是一個策略 我們先打破一個欄 拿箭可以射得冷,可想而知這支箭多厲害 快點,我們趕著下班 打了一個活性法落,呂將軍 來圍加速魔法 這關是會活用他,以及艾澤娜 戰鬥加速 看看他可以走多遠,不下水 又有護星花 可以走多遠 柯蘭迪可以走一走 冰封魔法 沉沫了,做得普攻 等一彎 一會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什麼震撼的東西 加速就對了 放逼過來鬆頭 前面的爪有點危險 好久沒見了,雷將軍 很久沒見了 雷將軍 活動 看吧 外圍走前一點 這邊也要弄破一個欄 到他看看怎樣打 先打 幸好加了防,力量降低了 普攻都這麼厲害 一彎特還是保持黑暗戰 好久沒見 女將軍 怎麼退後 難道他想再衝多一陣子 兩個增援 多點下水 胡德麗卡 先燒一燒 艾澤娜忍不住 其實招落雷儀式 在水池中,整個水池都會倒電 全部都會打中 任何一個地方,譬如在角落都可以打出去 你們還算了 好可憐 好可憐 那天的馬克斯威爾 不是這樣的 電到很爽 不痛不癢 原來女將軍很流行 扣20多左右 但其實都很棒,因為這麼多隻都可以扣到 幸好是有機會令敵方麻痺 所以快點多下水池 一起洗澡和女將軍 好可憐 對面都很保守 焦燥時也沒有 適合了 爸爸 又一剩一剩 今次最重要的角色艾澤娜和內圍 對他們 又適合了 就是迫法 因為用兵箭嗎 代表她怕火 幸好走下來了 開始吧 男主角在這邊頂住 飛過 外圍可以加攻擊力 雷擊魔法 可惜他們不夠近就沒有正式打中,只是傳到傳過去 多點麻痺 因為他有活性化所以 所以每次行動前都會補血 就是這個活力魔法 三回合內 每回合開始就會回復少量HP 整八血都叫少量,我們將軍很厲害 過到這裡當然是用橫掃 一次過打兩箭,死一個 同樣的技巧,黑暗箭 不是吧,黑暗箭經常都不中 真的嗎?繼續墊一墊地下 只有對不對 看看成果 流漢很多麻痺了,好棒 其實血量上來也很殘 到底要防止旁邊沒有水 水那些 逼人 幸好有人是麻痺 女主角很有趣,因為我們可以把火打到水裡 這樣也扣到兩件 有一個還要怕火 多放一些來吧 他提升防禦是墨防 一件 千里眼 記住威曼玉虎的打到艾札樓 女將軍終於武護性化加血 他為什麼不上來 拉遠一點看一個震撼感 前面那個會死 接著打到後面那些 又會移動 又有震碗? 他突然下水 用冰箱打一下 用範圍恢復若元 艾札娜都還可以用到一招雷電 之後就沒有TP 這個角度看 你看到後面有多少人麻痺 好遠地打到一件 糟了,有東西在樓下但我不想撿 好遠地打到一招雷電 他飛到過來用強襲 這招這麼像飛影擊 男主角又不用勇敢,退後一點 等他們慢慢走過來 上來吧 呂將軍 浪費這麼久,巢皮不漂亮 他真是反擊 內圍這樣用雷擊魔法 我看到人是會被人電死 內圍都下水,因為想打近一點 應該安全 到樓下班洗澡,有麻痺的人 伯伯可以用貫穿戰剛剛好 他還要是弱點 斜過石馬去 是時候有機會就要艾薩娜走前打 增加行動距離 這傢伙都是要以往自己打才死 碼頭,撞櫻頭 在這裡 電腦都要思考 不想這麼久 走吧 接著到艾薩娜沒有TP 我們就馬上給魚虎添翼絕技 加3TP 這場用屈肌打法 無限濾電 這個水池真的救了我們不少 有 繼續電腦留下 內圍都會中招 待會幫他補血 接著優壞達我們就試試飛這麼高的地方 男主角 普通日擊都可以 始終還是離不開水 正 糟了,強襲 扣了101 現在人們的攻擊力越來越厲害 沒事 你看內圍多大名 但是都非常危險 走過來 再要用特大的補血藥 是嗎? 現在才能力 現在才能 扣得了 這樣可以補三個 屁股 因為下彎就到 雷昌軍 不知道他會怎樣打我們 他還會上岸 還會 還活著嗎 創生的馬克斯威爾 但是 既然有勝負 是 結果是同樣 再加上我的拳 再加上我的拳 研之上 走 看看我們 幾大馬 那天 我們也沒辦法 人們 殺死 死 就證明了 這場我們一定會贏 放心 這是我的番 兵魔法師 我想要過來這邊 怎麼攻人家 小魔法師 大家可以喝 把對手道交給好 我先把拳父皇仏 回血 不過還是很好 才能幫助女將軍 你們在這裡慢慢的吸力 現在隻雀頭才來乍水 我負責! 羅蘭! 走下來用龍閃! 看我們學習的新招吧! 確實是在這手上仕留下來的 仮面的騎士よ! 貴様是誰? 要復讀S-Frost 仮面獲取的是 貴様被葬了 真是很高防,不是他很多 射手伯伯 打樓下這一隻,遠一點,高攻一點 加了移動距離的艾澤娜 我們走到這個位置 在岸上 其實有點危險,因為前面的鳥會打到我們 如果碰到他麻痺就可以了 碰到全部 麻痺了前面,後面都麻痺了 男主角不如過來這邊 全部都要走過來 因為呂將軍在那邊打 可以跳過來 有壞達可以打一件 很久了 女將軍不斷狂保自己 可惡 糟了 很厲害 內圍過來這邊補血 她打好便 看見他 你過來了就對了 冰鋒來,冰線雞 弗特麗卡面對女將軍 用道具墨公藥發香料 讓他聞一聞,減弱他的攻擊 二王子,冰行險雀 打後面的法師 我真的麻痺不到寶獅 白白好東西 看見他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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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掉了 這就... 終於了 他最絕招 阿管家,糟了,老人家不能撞 WALHOート的名字 剛好來到了,男主角非鷹擊 妖怪所以可以 為什麼?細尼亞剛剛被撞完 還可以夾擊 正常阿爸剛才的東西已經吐血了 飛到過來 等著,跟來 艾達只剩下2TP 可以再用一次 落淚儀式 留下在水池不斷被我們牽制 因為等著,就沒辦法飛下來打這隻 縫影戰 禁止了他的行動 我圍適合 可以補三個 走前一點 用了絕技 因為女將軍都快要行動 這個絕技可以讓他暫停一回合 挺屁肌 用了炎爽魔法 對 漏下的我們不用理 因為 因為這次打贏將軍就會完 用光硬儀勢 保護一下內圍 先來 站平了他 成功 打背後 半穿戰 套到一把 不過憑死狀態又會加攻又加防 艾達終於累了 要去這些藍色格仔休息 主角拼一件 先看看 優惠特飛上上面 高空休息 家祖房扣很少 試試用魔法攻擊他,會不會比較好 你電了很多次 再電 都是扣很少 要躺一躺 內圍都沒有血 下面那班人 打算怎樣 哎呀 救女將軍 武者其實 我們可以這樣玩 跳上來 跟著再 用魔法石扔到樓下 燒到少少 冷靜一點 女將軍 打算 打算 拗癢 現在一二十九 女主角可以用絕技 幫幫男主角 我們有一張卡可以令他 跟著我們行動 女主角行動到男主角 有了 胡德麗卡 再用劍索魔法 然後給他 看可以拖延他多久 由第十位降到第十三位 堂堂女將軍好像被我們玩弄 大快人心,然後羅蘭走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跟好朋友合作 打死女將軍,報仇 前面還有堆火 完成這回合,這場MVP就是水池 實至名歸,這個獎是你的 哇,又有一段紛爭 招臨,請求戰,可以獲勝 成功 成功 這就是戰爭 神秘 最後,看我 你看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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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認了兩兄妹 羅蘭兄弟 羅蘭グリンブルク 你... 你... 我決鬥 阿布羅蘭 你怎麼說出來, 羅蘭王子 那樣的危險 你必須犯了 我最後的威風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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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啊... 哈哈哈... 王子在前面的男人 要求我們決鬥嗎 這... 要求你決定 回到位置 來 王子竟然用這樣的方法 用武士的方法解決 這裡... 我... 我把馬克斯威爾打倒了 那... 那... 你... 要斷斃 你... 你... 笑 有一次 不得被拐禮 但是應該可以見面的 剛剛說我們是圍毳才能打贏她 不知以王子單胎一對一又如何呢 但... 結果是死和一樣 我贏了 避過了 師傅上次都避不了 厲害,二王子 真是… 我以為她的力量 保護你 和槍聖命運一樣 阿弗洛威! 阿弗洛威! 仮面を脱いだ 羅蘭との決闘に破れた 阿弗洛威は ノゼリア大河に落ちて 行方不明となった 通常下落不明 又未必真是死的 後退していた ハイサンド軍は 阿弗洛威将軍 敗北の方とともに 再び王都内に進攻 指揮官を失った エスフロスト軍を制圧にかかる ウォルホート家も 城に残った守備兵を一掃し ホワイトホルム城を選挙する 市街戦によって 民と建物に被害は出たものの 夜明けとともに 王都奪艦作戦は終了した 今次的特集大勝 終於奪回国土 你看打仗多殘酷 美好的家園變成廢墟 這些行為正常人都會譴責 グリンブルク王国が負った傷は この国は 立ち上がることが できる? 立ち上がらせましょう 私たちで グリンブルク王家とウォルホート家が力を合わせれば なせぬことなどありません 私たち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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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と同じ土崩瓦解 3巨頭を剩下1個 到處都是広墟 我們如何振興国家 我都很想知 下集見,Thank you Bye Bye